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吶鸳鸳鸳鸵鸯長猫 samen 混账头顶 是啊 老爷 那个小子他 什么这个小子那个小子的 姑娘家有这么说话的吗 我是骂你们两个混账头顶 这件事要传出去 爹的脸就被你们给丢尽了 你是不是想气死你爹啊 爹 女儿不敢 女儿不敢 女儿只是想多学点武艺 一来可以强身健体 二来可以保护爹您啊 你这哪里是保护我啊 分明是用刀戳我的心嘛 一个女儿家去武术干什么 爹 为什么男的就可以去武术 女的又不可以去呢 都是人嘛 你是个女人 一个女儿家 成天跟一大帮男孩混在一起 这成何体统啊 叫人背后直直点点 就能把你戳成马蜂窝 人言可畏呀 爹 我只是 我只是 我早就跟你说过 要玩在家里玩 要封在家里封 你说你要读书 好 我就叫你去九义书院读书 可是你呢 三天打狱 两天晒晃 就知道出去封 这家好了 封出娄子来了吗 爹 可是书院里那些父子教的 都是狱府的文章 女儿想学的又不是这些 什么狱府文章 你听我说呀 咱们家不是也有武术教头的吗 您要学可以跟他们学啊 你干嘛要去招惹雷老虎啊 她是善男性女吗 我知道了 好了好了 别说了 从今天开始 你除了书院 就待在闺房里 不许给我出门 小雪啊 是 老爷 从今天开始 你给我跟紧小姐 不许她出去半步 否则我拿你试问 是 老爷我知道了 哼 小姐 这下可怎么办哪 还能怎么办哪 骑驢看唱本 走着瞧呗 老爷 您看谁回来了 女儿 爹 女儿回来了 我的宝贝啊 让爹瞧瞧 好好好 长高了 是啊 长漂亮了 对呀 夫人呐 我们的武双 现在长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 妹妹啊 你几时回来的 也不跟大哥说一声 大哥派人去接你啊 我跟你说啊 这杭州城乱得很 不比老家呀 你一个姑娘家 行动都不方便呢 不用了 大哥 本来路就不是很远 再说 我这不是平平安安的 站在你面前了吗 谁说的 刚才小姐在路上 刚才怎么了 也没什么 爹 就是被一个泼皮纠缠住了 还好 有一个好心的公子 帮我解了围 哦 哦 哎 那你有没有问那个公子 叫什么名字 以后 爹可以酬谢他呀 我雷老虎 最讲究的就是 知冤图报 啊 哈哈 签成文气 问了 他不肯说 哎呀 不肯说就算了 吴双 既然你回来了 跟大哥说 想吃什么 哥现在给你安卖接风 好啊 嗯 老爷 老爷 外面有人要见老爷 说是京城提督府派来的 提督府 知道了 你叫他到内堂稍坐 是 爹 提督府的人找你干什么 现在的九门提督叫扎哈赤 我听说这个人 是个狠角色 可是从来没见过面 这次突然派人来找我 想必是重要的事 老爷 国事为重 您先去吧 是啊 爹 反正我已经回来了 以后相继的日子还多着呢 好 闺女啊 先和你娘聊着啊 嗯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娘 来 贺大人 这次提督大人派您来找我 有何指示啊 很简单 让你找人 找人 我雷某别的海口不敢夸 可要说这找人呢 就像杭州城里飞进一只苍蝇 我雷老虎都能知道这苍蝇是公的 还是母的 看来提督大人说的一点没错 说雷老爷你 在杭州可谓是只手遮天了啊 千真万确 嗯 不敢不敢 我雷某只知道为朝廷效力 岂敢独霸一方呢 这天下 当然是皇上的天下了 好了 我贺报也不会绕弯子 直说吧 扎大人让你留意这两个人 这 这两个人是 这老的是洪天佑 年轻的叫洪西关 这叔侄两个都是天地会的余孽 火烧闭杭别院的时候 让他们给跑了 据探子密报 洪天佑现在就躲在杭州 洪西关身上带着名册 不需多日就会来杭州找他 然后再一起去广东照庆 那提督大人的意思 找出洪天佑 然后以他为诱饵 逼洪西关就范 交出名册 全灭天地会 烦请贺大人 回报提督大人 我雷某一定尽全力 捉拿这两个犯罪 不 你只管找人 剩下的事由我和衙马去办 我雷某明白 我雷某明白 很乱 脉相薄弱 气血运行极为不畅 看样子 这里面装的是续命单 每日给红堂主服一礼 可以暂时帮助血气运行 不过是要三分毒 如果连续服用七日 恐会血气倒有 一样会危及生命 不过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希望在这七日之内 方堂主能尽快回来 好了 我先告辞了 请 华大夫 请 红堂主 红堂主 你醒了 刚才华大夫是不是来过了 来过了 他刚走 我是不是日子不多了 红堂主 到底是谁把你伤成这个样子 还能有谁 这些人 你给我站住 车列甲 立给我站住 杂谋 紫头罗网 快点交注名册 我给你留个全须 车列甲 难道你甘愿做朝廷的鹰犬吗 放你的狗屁 谁出得起钱 谁就是主子 其余的事全屁话 你这种人活着也就是浪费了气 接招 找死 大人 红锡棺 老杂谋 而阴的名字根本不在你手上 好 后来 今天 我被几个好心的村民给救了 稍微恢复了点体力 我就看到车列来了 那齿连甲到底是死是活 我不知道 应该是活不了的吧 可这年头 老天不长眼 兴许 还留了他一条狗命 也说不定啊 红堂主 你别说了 歇着吧 明天一早 我就去找老爷 千万不可以 来的时候 好像有人跟踪 所以 咱们现在 还是稍安勿躁得好 可是你 等风头过去了 再说吧 红堂主 哎呀 我不碍事 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再说 我死了不打几 只要西关和名册 能够平安到达广东 我也算是死得七所了 也不知道 西关 现在在哪儿啊 是 今天晚上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过夜了 我看 不只是今天晚上吧 什么意思 我不在明白 喜庚大哥 明册真的被烧了 对啊 当时你也在场 你也看见了 难道 你不相信我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看 你就与明册共存亡吧 原来你真的是朝天英权 洪西关 你早就知道了吧 崔师叔 在火上敏昂别院的时候 已经战死了 怎么可能派你们来接应我 我叔叔又怎么可能去找他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韩夫妻 东海也是假的 算你聪明 洪西关 原本渣大人让我保护你到广东 不过现在名册已经烧了 留着你也没什么意义了 就让铁猴子送你最后一程吧 就让铁猴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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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门口等着 我先进去 爹 你放心吧 就算是泰山崩于前 我方施玉也不会 离开这里半步的 不至于呀 雷老爷 方德 在 你家祖上可曾有人为官呢 雷老爷 碧人祖上不曾为官 那你有多少产业呀 碧人做点小买卖 家里有几间房 那你又认识多少朝中的达官贵人呢 雷老爷 雷老爷 碧人认识 蔡九仪 蔡公 小人 经常得到蔡公的关照 哈哈哈哈 荒唐 就凭你这么低微的家事 啊 还妄想让你的儿子录我的雷霆武熟 你是不是做梦都想高攀呢 你出去打听打听 我这里的学生都是非富则贵 名门之后啊 将来他们都会成为天子门生 是啊 论才是 论家是 你那个狗儿子 哪样比得上他们呢 雷老爷 小儿天生聪明 绝对是个可造之才啊 龙生龙 凤生凤 你的儿子只能是钻狗洞 方氏玉想尽我雷霆武熟 简直是华千夏之大吉嘛 雷老爷 您 您就看在蔡公的份上 闭嘴 你还有脸提蔡公吗 你知不知道 被你儿子当众扒了衣服的那个姑娘 她是谁吗 我来告诉你 她就是蔡公的一女 颜永春哪 雷老爷 不会吧 不会吧 你的儿子 简直就是吃了豹子胆 连蔡公一女的衣服你也敢扒了 调戏姑娘 你也得选个人头吧 这要是让蔡公知道了 你就等着到衙门 去给你的狗儿子送牢饭吧 老爷 爹 爹 怎么样啊 我没事 没事 爹 是不是雷老虎欺负你啊 世语啊 这不关雷老爷的事 是爹没用 怪爹无权无势啊 咱们走吧 爹 没权没事就不能上武熟 这是哪门子外里啊 这是荒天下之大谬 对啊 雷霆武熟 狗屁武熟 就是 是 让你的狗儿子不要在这儿乱叫了 要发狗疯回你的狗窝去耍横 雷老鼠 诗玉 你骂我方诗玉可以 骂我爹 你找死 哎呀 少爷 少爷 诗玉 少爷 快快快 走 把他拿走 快快快 宗志乔 是爹没本事 没能让你进雷听武书 来 爹 你喝杯茶 消消气 爹 这怎么能怪爹呢 从今天开始 我们再也不要提起那个狗屁武熟 就是雷霆武熟抬着八台大叫来请我 我也不会去上的 爹 你想想看 现在是那个雷老鼠管事啊 以他的人品和行为 能交出好学生来吗 他交出来的学生啊 不是伤天害理 胡作非为 就是害群之马 勿合之众 你将来也不希望 诗玉成为这种人吧 可毕竟 爹 这没什么可毕竟的 您不常常教育我 只要心中有佛 就到处是庙吗 只要诗玉我 潜心习武 到了哪家武书 对诗玉来说都是一样的嘛 对对对 我可是方诗玉啊 只要我想好好学习 到了哪家武书 我保证都是高材生 那就好 那就好啊 这就对了 这德爷一笑起来啊 帅多了 放心吧 爹 诗玉绝对不会再让您失望了 诗玉啊 你这回真的是长大了 长大了 爹 其实您对诗玉的好 诗玉一直都记在心里的 嗯 老爷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去哪儿都行 只要不去雷霆武书 是吧 爹 是 咱们回广州 回广州 回广州 尸体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在一个小树林里 去探子汇报 那个树林的尽头 就是通往广州的渡口 广州 探子是这么说的 那画卫林里是我们的 王师 铅后子和洪西关交守的时候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的内力身后 是个难得一见的高手 洪西关身边 有这样一个人帮忙 对我们恨事不利啊 何以见他 你没看见他身上的瘀伤吗 这都是被石块 砸打出来的痕迹 就石头落在身体的位置而言 几乎每一处 都是克制铁猴子的招式 那么 这个人会是谁呢 既然探子说 洪西关是往广州方向去了 那就证明 他已经去过杭州了 而且 也找到了洪天佑 铁猴子因此暴露了身份 被他们疏职联手所杀 这样想来 一切也就合乎情理了 您的意思是 那个高人是洪天佑 洪堂主 您身体不舒服 还是躺下歇歇吧 不睡了 不睡了 死后自会长眠 生前又何必多睡呢 洪堂主 吉人自有天相 老天爷会保佑您的 要是老天真的有眼 就让老天保佑西关 把名册平安地送到广东 早点让弟兄们团结一起 推翻满清苟皇帝 这暗暗无天日的统治 让老百姓也能早一点儿过上 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您就别说了 快歇着吧啊 管家 管家 看 看 看到老爷了 什么 快去看看吧 小少爷 小少爷 你慢点儿 不能慢 不能慢 这个鬼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呆了 我现在是归心四剑 快点儿快快快快快点儿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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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会馆 张老爷说是中午的时候 看见老爷在会馆里和大家说话 小少爷和大同也在 大同手里还提着行李 看样子是刚到 真是老天开眼了 走 快走 蔡公 请恕范某人才疏学浅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方先生 请坐 请 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这新晋招来的这批学生 都是达官贵人家的公子少爷 这财食没半框 脾气倒是有几辆马车那么多呀 他们哪里是来求学的 简直就是来混日子的嘛 我私下也听人说了 这些人都是买了雷老虎 撕泻的提卷才烤进来的 这 这实在是犹如斯文哪 雷老虎 私迈提卷的事我也略有耳闻 你也知道 他背后有朝廷撑腰 我也没办法呀 不然 我创办的九一书院 怎么会也算上雷老虎的一份呢 蔡公啊 请恕范某人直言 您这大好人做得了一时 却做不了一世啊 这新进来的学生日后势必都为雷老虎所用 再加上他雷霆武术的学生 这文武双科 可就被他占权了呀 等到有朝一日 别说是您的书院 就算整个杭州城 也都成为他雷老虎的天下了 到那个时候 不好说 不好说呀 依我看 您不如另开一家书院 另开一家 办医学 专门招收那些穷苦人家的学子 学杂费全免 文武兼兽 这种无力可图的事 雷老虎他绝对是不会插足的 再说 他眼睛长在头顶心上 他压根儿不会把那些穷学生 放在眼里的 他哪里懂得 这英雄出少年 贫寒出俊杰的道理呀 有些道理 不过 这家义学 不可用您的名义 免得雷老虎生疑 最好是你挚友中的一位 这家底嘛 当然也不能太微寒了 最重要的是 此人与雷老虎无胜交往 这样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方德 什么 走了 老爷 这是方老爷让我转交给您的 菜宫谨见 承蒙菜宫后岸 方德父子讨扰数日 甚感内溃 有方德教子无方 令令千金考场蒙修 虽是属无心之师 但方德以内感十二万分之歉疚 十无颜面相见 故不辞而别 再三叩首谢罪 往菜宫海涵 方德敬书 原来永春说的那小子 闹了半天 就是示意呀 这个方德真是木讷呀 既是无心之师 说开了不就好了吗 这是何必呢 蔡老爷 哟 你怎么来了 铺子里有点急事 我来接我们家老爷的 方德已经回广州了呀 张老爷不是说 我们家老爷刚到 哪里是刚到 是刚走 世欲不在 喝酒像喝水一样 真没意思 世欲在杭州吃得好不好 住得好不好 会不会被人欺负 得也有没有罚他 小花 你又在喝酒了吧 信不信我真的羞了你呀 不要啊 老爷 阿花 世欲 贵儿子 我这贵儿子 你呀 喝酒 儿子 你回来了 来来来 喝酒喝酒 等等 静不静心 想不想话 想 嗯 喝酒 来 喝酒 马上 马上 来 喝酒喝酒 儿子 你是偷着跑回来的 没有 不要啊 如果被你爹知道了 不知道要怎么罚你呢 走走走 快回去 娘 娘 你听我的话快回去 听我说啊 娘 走吧 走吧 快 快走啊 刚刚回来 老爷 你们又要干什么去 爹 老爷 怎么 不欢迎我回来 哦 欢迎欢迎 其实我天天都在想老爷呢 怎么 又喝酒了 你 给 哎呀 慢点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都说呀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草窝 看来这句话 一点也不错 吃来吃去啊 还是阿花的手艺最棒 我已经是克制克制 再克制了 可这手和嘴 就是听不下来 真好吃 大头 盛饭 好了 你也不用一副 得了便宜卖乖的样子 吃多了撑着你 老爷 施宇说得挺有道理的 好 他从小到大 吃得最多的 就是我做的饭菜了 现在去了外面 吃不惯 当然是真的了 是不是啊 施宇 嗯 哦 对了 老爷 怎么这次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不是因为那个雷老虎 欺负我们少爷 还骂我们老爷 大头 哼 那个姓雷的是个什么人呢 敢骂老爷你 我苗翠花的嘴这么厉害 都不敢跟老爷说半个步子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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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些不如少一试吧 大头 在吃饭的时候 不要提这么恶心的事情 一想到他那张臭脸 我就反胃 觉得恶心 会影响到我的食欲的 是 少爷 老妈帮你出去 哎 娘 你也不要生气了 我知道阿花呢是心疼我 心疼我爹 那事情都过去了 你就当是个屁 放过了 臭过了 也就算了哦 他那个乌龟乌书啊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爹 从这以后 我们再也不提这个人了 啊 好 好 好 不行 好了 看看 人家儿子都不跟人家计较了 你又何必呢 老爷啊 儿子在外面受了气 我这个做娘的 听到了 当然会伤心 当然会心疼的嘛 好了 从现在起 谁也不许再提那个人了 明天一早 咱们去烧个香 让菩萨保佑我们方家 平平安安 这样也好 哎 也保佑那个雷老鼠 不得好死 卧娘 不用这么狠吧 这也太毒了 但听起来很过瘾 好了 好了 不用说了 哎呦 我说过什么了 你听到了啊 诗语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啊 你看 客官请 啊 不错 挺快的 啊 欢迎下次再来 哎 哎 哎 请请请 哎 哎 您走好 哈哈 哎哎哎哎哎 小兄弟 你还没付钱呢 哎 刚才那些人也都没付钱啊 啊 人家是成七包船 一个月结算一次 当然不用给现钱了 那 船钱要多少啊 不多不多 只要一两银子 这么贵啊 老板 你和我是外地人 你就坐底起架是吧 哎 小兄弟啊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张老三的船又快又晚 你要是换了别的船 说不定还在半路上呢 可是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银子啊 小兄弟 我看你是老实人 这样吧 你身上有多少银子 就给我多少 也算是我做点好事 积累赢得 老板 跟你说实话 我身上没有一文钱 什么 你一文钱没有啊 还坐我的船 你这是帮我硬上船的呢 走走走 监管去 哎 老板 嗯 我不是故意的 要不然 我帮你去找找看 你找银子 你以为这烂摊上都是石头仔 说找得到就找到 你当我是三岁孩子呀 走 监管去 老板 你相信我 我说有就一定有 走 来 你 你 别拽着我呀 你 来 你干吗呀 你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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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来 这里应该做何事了 小兄弟 你拉我来这儿做什么呀 大哥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这 各位乡亲父老 兄弟姐妹 小弟初来归地 我想 身上银俩都被偷光了 而且 还欠了这位大哥的钱 对对对 所以希望各位 有钱地捧个钱场 观世仪菩萨 会保佑各位 平安抗顺的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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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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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闹啊 好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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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种事 最好不要凑着 这都是些不入流的玩意儿 看多了对你没好处 看会儿吧 挺好的 挺好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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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翠花 世玉 你们两个在附近走走 我到里边找方丈去聊一聊 老爷 您放心 我和世玉就在附近等您 我呢 绝对不会喝酒的 我呢 绝对不会打架的 德业 俗话说呀 这神拜多了 神灵自然会保佑你的 我要多拜拜啊 是啊 菩萨保佑 保佑老爷您身体健康 保佑德业生意兴隆 平平安安 好了 是啊是啊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好 哎 保佑保佑保佑 保佑德业千万别这么快出来啊 保佑保佑 菩萨保佑 我们今天玩得痛痛快快的 来 走啊 快点啊 你走啊 你走啊 这里没什么好玩的嘛 你有什么要介绍的啊 老板 好玩的 臭小子 是不是又想到什么古灵精怪的新点子了 你还记不记得前面那个卖艺的 打得很不错的 好 那你去占好位置 我去买两串冰糖葫芦来助助兴 好说 一会儿在这儿见啊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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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让开 让开 这什么东西 什么玩意儿吧 这跟耍呼吸差不多 这是 这是 真没意思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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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多谢 多谢 这位爷 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敢问我要钱 少爷帮帮帮帮助兵 少爷帮帮帮助兵 帮助兵 这位大哥 小弟出来乍到 不懂规矩 希望您高退跪手 没事 有什么话啊 和我们少爷说去 谁呀 我的钱 这 抢钱呢这是 抢钱啊 哥们儿 给你了 少爷 少爷 你急什么急啊 对不起啊 招什么急啊 干着投胎啊 知道了 少爷 你就是少爷 不是 我是少爷 怎么了 那就没错了 望天画日之下 你玩这么变态的玩意儿 你有病啊 还给我 那上还中还还是下还呢 还你什么东西啊 少中算 还给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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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怎么会有你的钱呢 我怎么会 这有一袋钱 这钱是你的 那是你的 你叫他 他能答应吗 你叫啊 跟你这种人没法讲道理 讲什么道理啊 这钱本来就不是你的 还讲道理呢 那好吧 如果说这个钱袋是你的 那好 你告诉我 这个钱袋里面有多少钱 你要说上来呢 我就还给你 这个钱是我刚才赚的 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这个无赖啊 说我身上的钱是他的 他就说是他刚赚的 还不知道有多少钱 少爷 怎么样 高啊 抢了 你想骗我的钱吧 你想蒙人吧你 好啊 是不是 既然你们不知道有多少钱 那我来帮你数数有多少钱 好吧 行不行啊 好好好 随便说 随便说 我的钱 我的钱 你有病啊 给我钱 走走走 快走 快走 给我钱 快给我 快走 快 快 这个钱呢 这个钱呢 我现在认定是你的钱了 但说不定是那个无赖塞到我身上的呢 我是被陷害的 你说是不是这样朋友 谁你是朋友 这不是钱的问题 今天我就要教训你 我也可不是我要打架的啊 来呀 加油呀 师爷 你在干什么呢 又想跟人打架吗 娘 我爹不让我打架 可没说不让我还手啊 他欺负我吗 也对啊 你爹说不让我喝酒 又没说不让我打架是吧 让我来 好 就给你一次展现母外的机会 上 夫人 这不关你的事 请你让开 你打我儿子 这不关我的事 你傻呀你 奏叹 奏叹 让开 这妃利我家 阿花 你打我没关系啊 等欺负我家阿花 就是不行 放宝过来 对 打他 吃月 菜 好 莫然回首世间 始终已醉泪 盼来生花蝶 永相随 走四方不拘一泪 心无天不许谁 莫然回首世间 始终已醉泪 盼来生花蝶 永相随 风破日 云千月 浪人回想 自古浩尖 初年少 未经许可真相 求翻译 感谢观看